七,发明发现的故事 五月,坐在岩鼠原野的草上面,直行说,啊,要是没有发现九九表就好了 为什么呢?玉子这么一问,明良轻蔑地说,连这你都不懂 要是没有发现九九表,我们就不用学什么九九表了吗? 是这样啊,玉子觉得有道理,但直行却慢慢地晃了晃头 不是哟,要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发现九九表的话 我,不,就算是我们吧,发现了九九表,就能得到诺贝尔奖了 就是,九九表多简单多方便啊,一难说 于是,大火陷入了沉默,杨子老师曾经说过 因为有了九九表,人类的生活才有了大发展呀 如果没有九九表,让你说出,汽车以一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行驶 八小时走了多少公里的答案,你就得八十加八十加八十,一个个的算吧 可是,因为有了九九表,一下子,八乘以八等于六十四,就得出了六百四十公里的答案呀 盖大楼的时候也好,像月亮发射火箭的时候也好,买馒头的时候也好 九九表都起作用 杨子老师的演说虽然听不大懂,但总之,九九表对人们的生活帮助太大了 不过,想一想,让人类生活大发展的九九表也太简单了 你都要说,什么呀啦 一样的数字加上几遍,记住得出的答案就行了 这就是执行他们三年级的学生也能发现的啊 所以,大伙都不吭声了 九九表已经被人发现了 他们想,这太遗憾了 可是,明良立刻就来了尽头 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发现点什么吧 执行说,发明也行哟 于是,大家决定到明天为止,要发明或是发现点什么 回到家里,明良琢磨起来,发明什么好呢 如果能造出去未来世界的时间机器 肯定能得到诺贝尔奖 可是怎么造呢,一点也不知道 明良想,管他呢 把材料找到再说吧 就进到了堆杂物的房间里 他的目光落在了工具箱里的门花轮上 明良把门花轮和搁在房间角落里的旧木机拿了出来 把门花轮装到旧木机上 虽说和时间机器有点不一样 但却做成了汉冰鞋木机 啊,行啊,不论是哪一个都是能动的 明良说 第二天上第二节课的时候 教室里响起了痴痴的窃笑声 窗边的执行头一点一点的搭起盹来了 杨子老师说 执行,睡着了可不行哟 执行像一下子醒过来似的站了起来 什么,我睡着了 我明明是睁着一只眼睛的 睁着一只眼睛 那是怎么回事 你两只眼睛都闭上睡着了呀 大伙轰的笑起来 执行红着脸说 我啊,我想 要是发现了睁一只眼睛睡觉的方法 就能得到诺贝尔奖了 所以,我是在练习呢 大家又笑了起来 执行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说 要是睁着一只眼睛睡觉 小偷进来了,立刻就知道了 夜里睡觉的时候也能读书了 这样一整天都能工作学习了 人类的生活就会大发展了哟 而且,如果一只眼睛读书的话 租书铺的租金也许还能半价呢 杨子老师说 原来如此啊 不过,人一只脚走不了路吧 同样的道理 只用一只眼睛睡觉也是不行的呀 执行的让人类生活大发展 租书铺的租金减半的大发现 就这样落空了 从学校一回来 四个人聚集在岩鼠园野上 一男挠着脑袋说 发明真是太难了 我什么也做不成 明良把汉冰鞋木鸡拿了出来 玉子把用彩色樱花纸糊的箱子拿了出来 玉子,这是什么 冲线机呀 妈妈总是说针线盒里的线乱七八糟的 我就想到了这个 执行打开盖子 大伙朝箱子里瞅去 哇,好漂亮 三个男孩子喊起来 里面也糊着淡蓝色的樱花纸的箱子里 排列着五个线轴 白的,红的,黄的,粉红的和黑的线 还有一把拴着铃铛的小剪刀 五个线轴的线伸向侧面 线头从箱子侧面的开的孔里伸了出来 抽粉红色的线的地方 贴着粉红色的纸 抽黄线的地方 贴着黄线的纸 哎,玉子到底是个女孩子啊 一男把那个抽线机放到了自己的手上 这时,后面突然伸出一只手 把箱子夺走了 是谁? 大伙回头一看,是一郎 一郎是班级里头的淘气大王 这些天,常到严蜀园也来玩 还回来哟 大家去追一郎 明良朝一郎的腿扑了过去 一郎重重地摔倒了 那个抽线机飞到前面去了 一男正要去取那个抽线机 但一郎比他快了一步 用右脚踢倒了明良 直起身 又用左脚踢飞了抽线机 被踢飞了的抽线机 在离地面稍稍有那么一点高度的地方散开了 线轴和剪刀都掉到了地上 一男慌里慌张地拾起了黑线轴 但是其他的四个线轴 咕噜咕噜地在地上滚开了 明良不追一郎了 去追白线轴了 执行要去抓滚远了的黄线轴 玉子则去追赶红线轴了 可是没有人去追赶粉线轴 他拖着长长的线一路滚去 跳到了水坑里 逃掉了的一郎在对面叫嚷道 你们的发明什么用也没有啊 玉子抱着满是污泥的线轴和坏了的箱子 要哭出声来了 第二天 一男把一个厚制版的小箱子 细心地用纸包好 带到了岩鼠原野上 什么东西 是喷嚏发生器哦 用它来对付一郎 喷嚏发生器 是怎样一个结构呢 这以后再告诉你 别跟我来 一男一个人钻到猫头鹰森林里 戴上口罩 拔开纸 把箱子拿了出来 用线钓到了树枝上 再后来 四个人轮流穿上明梁发明的汉兵鞋 木脊溜着玩的时候 一郎来了 喂 一郎 来看我的发明呀 就挂在这边的树枝上呢 一男在森林前头喊道 又是个没用的发明吗 一郎轻蔑地说完 就钻进了林子里 一男在外头说 就是那个箱子哟 挂在松树枝上的那个 什么 不就是个箱子吗 用蓝绳子吊着的茶色的小箱子 正好在一郎的眼前 他用手指啪地弹了一下 紧接着 阿阿阿切 他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 你这个坏蛋 一郎攥紧拳头 向箱子砸去 想不到 粉末一样的东西飞了出来 喷嚏打得更凶了 连眼泪都扑鼠鼠地掉了下来 阿阿切 一郎从林子里奔了出来 一男说 喂 一郎 被人家收拾了 滋味不好受吧 知道了 可是 我也想和玉子玩啊 一郎真的哭了起来 哎呀 玉子不由得一阵心疼 以前一郎欺负他所干下的坏事 把玉子的文具盒藏起来啦 往电板上画个妖怪的画啦 揪头发了什么的 一下子都浮现在了脑子里 一男奇怪地说 想玩的话 别欺负人 说出来不就行了吗 一男爱秧子老是批评了 喷嚏发生气 实在是太过分了 发明必须是对人类有帮助的东西 喷嚏发生气 不过是在箱子里装上胡椒粉 用锥子扎了许多个小孔 对人类有帮助呀 从那以后 一郎就不再欺负人了吗 一男绷起了面孔 直行说 酣冰鞋木鸡 对我们四个人类有帮助了哟 不过得不到诺贝尔奖 还是九九表 如果没有被发现就好了 一男说 接着 玉子不支声了 玉子有了一个叫一郎的新朋友 玉子发现 男孩子欺负女孩子的时候 有时是因为喜欢那个女孩子 才欺负他的 算不上是能让人类大发展的大发现 虽然是个小小的小小的发现 但对玉子来说 却是一个让人心跳的发现 感谢 对我 太好了 我准备的小小的小小 所以让你加入这个砂程 混线